怀孕特高兴吗 确实是 但也受累 第三个月开始 我就出现了三高的情况 血糖也上来了 血压也上来了 血脂也稍微偏高一些 这下完了啥也不能吃了 我儿子就不得缺营养呢 你还缺营养 你的底子够好了 那我也得让我儿子补上来 你每次出去产检 去医院费劲 必须得坐车去 每次产检 卵超都陪着吗 必须请他 好老公 不请他那行 那每次产检 指标标准吗 每次都提心吊胆的 还行 就是到后来 月份大的时候吧 孩子的胎心特别少 当时也不知道 咋回事 因为夏天嘛 我呼吸困难 孩子就发痒 你得吸痒啊 对 然后那个 他就胎动就特别少 我说这马上快生了 这孩子怎么不动呢 自己也害怕了 然后就去医院做检查 大夫说 你这就是缺氧了 你得吸氧了 对 你要吸氧 孩子就能正常了 就这样 我基本上就是 一周都得去个 三次四次的 然后孩子就能 正常地活跃 对对对 那他会跟我们 普通孕妇一样 那个脚在里面 踹能够看得到 那个样子 找不着 你找不着 有的时候也试探地躺床 我说你看看 哪儿吧 这儿动了 他说哪儿动了 那儿动了 他说哪儿人 没看见 是小子还是闺女 哪儿 多重 出生的时候 酒精一两 抱着儿子啥心情 当时生出来的 我人都比较大 没抱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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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中度肥胖 手术完之后 直接就推进ICU了 然后护士是这样告诉我 说因为你肥胖 然后又用了麻药 因为你这麻药量 也比别人要多 所以说怕你窒息 所以说观察了五个小时 然后我儿子呢 就是因为后期缺氧 他肺部发育不全 然后呼吸急促 他在保温箱待了 能有四五天吧 然后之后我才看见了孩子 还准备腰啊 他有问题想法 但是现在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确实挺危险 谨慎一谈